好,回到為什麼要做藝術運動 當初透過一連串的運動總是我們把喬我堂堂化成臺灣地的公益離職而保存去了 在1998年的時候 今天所有人就會問你,老實講那剛怎麼會是我的問題呢? 人家問你說,文化可以當辦事嗎? 你每天一日無聊什麼,趕快去找頭路啦 對不對?啊你每天花那麼多錢幹嘛啊?文化可以當辦事嗎? 跟你講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所以好像文化局,文建會就很緊張,開始談文化產業化啊 然後到2000年開始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這樣,有沒有? 對不起我的看法,我是政府你幹嘛搞經濟啊? 你要是為做生意你去從商就好,你幹嘛做政府啊? 當然因為這個激情有發展,所有我們的政府都帶頭在花錢 說他們要拚經濟,拜託你不要拚就好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你政府如果是商人,你覺得政府該做商人該做的事情 或是說你覺得你很會從事經濟,那你就去做商業人事就好了 現在變成說我們政府所有的全部買單,因為民選了,所有人都要討好大家有沒有? 現在剛好是負債最多啊,對不對? 反正大家高興嘛,大家高興嘛,買下來買下來高興嘛,爸爸買給你,對不對? 全部都買給你,對不對? 然後所有的活動預算裡面呢,這個一半以上都要給行銷公司 因為都要買媒體,對不對? 所以我們什麼新聞都買看不見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們新台灣必要隊去年去威尼斯 然後也去日本 日本NHK跟獨賣新聞是一個大反面介紹我們 然後很多人說台灣都沒有這種消息,我們都不知道你們的消息 台灣其實也有我們的消息,但是一方面基本上我們已經不相信報紙 說一般人不太想看報紙,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們去威尼斯,人家威尼斯也報導我們 當然我們政府每年去參加威尼斯雙連展花五千萬,大家知道嗎? 為了去參加威尼斯雙連展,當然人家要邀請我們去,我們不用花錢,你知道嗎? 然後人家不報導,然後要報導我們 當然,這個事情也沒問題了 然後我們威尼斯雙連展是怎樣,你知道嗎?你們可能沒有去過 就在聖馬可廣場旁邊一個小小間,大概像這麼大間這樣子 然後去那邊就是很多那種長官要講話這樣子 然後這樣一年就花掉三五千萬這樣 然後回來買個媒體跟你講,我們去參加威尼斯雙連展怎麼樣 他還太說那個位置很大 位置很大,但沒有人會進去啊 因為他在聖馬可廣場前面的一棟 從舊建築裡面,我跟你講,所有的威尼斯都是這樣 那聖馬可廣場是最多人的 但你有去過位置很好沒有,問題是沒有人進去啊 你懂我意思嗎? 他不是在國家園區、綠園區那邊不是 所以那邊位置很好沒有錯,當然所有人都是形色匆匆 因為第一個,你的展覽也不是重點 所以他們的重點不是說我要在國際上表現台灣的什麼 所以都是在國內在爭說誰拿到這筆錢這樣 所以國外的意評價也不會去看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講話好像大家有點沈默這樣 很難聯想 所以 當我們保存下來的時候 大家會把責任好像說 欸!事情都在你講的喔! 那玩家一舊建築怎麼活啊?你跟我講啊! 啊!你這樣 老實講,幹嘛干我屁事啊!你們事情搞啥成這樣子 我是提醒你說 這個東西很重要留下來的什麼變成我的事了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就像以前那個 以前我姐夫他們家是甲級貧富吧 然後他在打棒球這樣子 小朋友喜歡打棒球沒有球 所以拿著地瓜就這樣丟嘛 然後他爸爸覺得地瓜是可以賣錢 就很不爽就從他頭跳的起說 打棒球可以當飯吃嗎? 他爸爸就這樣跟他講 因為他把番組拿起來當棒球丟嘛 然後他說他現在看到他爸爸已經八十幾隻 他還想打他爸爸的頭這樣 王建民是不是打棒球當飯吃? 王建民是不是打棒球當飯吃? 棒球為什麼不能當飯吃? 他現在就很想揍他爸爸 因為他小時候有一個很重大的創傷這樣 害他沒有變成王建民 所以今天我們來談藝術文化 我跟大家講藝術文化的確是一種經濟 但我們今天為什麼很不好談 因為我們已經代工一百年了 都是人家設計規格給我們 我們去代工的 你說台灣這樣發展文創產業 我跟你講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資本在那裡 憑什麼跟他發展文創產業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那個賓拉登大家聽過 賓拉登不是經過美國十年的追殺 後來終於被特種部隊隔壁了嗎? 然後隔天新聞怎麼報導 他們就用兩塊保育庫包起來 就把他丟到海邊裡面去了 對不對 這是 這是他們伊斯蘭教的傳統的葬禮 對不對 大家知道 日本一個很有名的建築師叫安藤忠雄 對不對 他來台灣金寶山蓋什麼 蓋墓園耶 是不是 全台灣第一個作品是做墓園耶 難道難 逃死帶活就算了 死了之後就莫名其妙還要去 死了就要怎麼樣 活得那麼難過還死了就死了就算了 學人家兩塊布包起來就好 就丟掉就好了嘛 但我們為什麼 要花這麼多人對待死這樣一件事情 甚至可以連政府都請不來 殯葬業者可以請來 然後還蓋了一個 他生平為一間那個 那個 那個莫名其妙 對 墓園 安藤忠雄耶 慶財公公耶 他台灣第一個作品是一座墓園耶 這是什麼 這是文化不是嗎 如果我們對待死的態度 跟賓拉和伊斯蘭的教育一樣 我們就兩塊牌布捲起來就好了 所以我跟你講 對文狀產業最有貢獻的現在是殯葬業者 你看到金寶山都是租名的作品 去中國桂林開漁演的 對不起那是金寶山的老闆 投資六十一在那邊搞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藝術村 你看我們沒辦法補起到那裡有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在來 你怎麼去談文化 什麼是文化的資本 然後什麼是你的文化的產業 所以台灣不是文化創業 我們講文化創意產業 但台灣通常是產業創意文化 因為我們不清楚文化是什麼 這件事情是要長期去釐清的 什麼東西是你的文化資本 什麼是你的文化行為 什麼是你的文化價值 你釐清了之後才把它變成產業 我舉個例子 在東方的歷史上 最早提上文創產業那個人叫做 姓孔明秋 大家知道嗎 孔子 你看到現在全世界都還有他的孔廟有沒有 對 他就發展了一套文化教師 然後去周遊列國 去跟所有的諸侯講說 欸我這個行銷我的那個作業系統 這個作業系統不錯 對不對 你拿去跟跟跟看 對不對 然後還騙了 號稱有幾百的地址 有七十個 七十個比較優秀的 靠一張嘴巴來收學費 對不對 每個人去都要自備肉條 對不對 自備素修以上 無位常不交耶 而且呢 還沒有篩選 還有教無類 只要送肉條 他全部都交 對不對 公立至上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去周遊列國去說 大家用我這一套 大家看看怎麼樣怎麼樣好不好 結果這樣搞了幾百年 終於有一個人覺得 董仲書覺得 欸不錯 這一套系統很好用 我們就用來統治這樣子 這樣一直發展 一直到南宋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助系 他想說 實在是太好了 這個行業實在是太有潛力了 他就去開了現在的南依書局跟康宣 然後跟他講說 我們把他規定一下好不好 這樣子 以後你們都當老師 然後你們 那個上下游是什麼關係 有沒有 然後我們培養出來這些宗旨老師 接下來你們去開師俗 去開學堂 然後這個東西就把它系統化 就把文化產業化 我們到現在補習班也是這樣子 不是嗎 因為有一套 國家的經濟在那邊 說國家的宗旨是什麼 所以培養了這些老師 那這些老師不足的 就培養了補習班 然後這些彼此勾結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朱西就是創意 知道嗎 對不對 然後他形成了這龐大的產業 但我們台灣不是這樣子 我們台灣是產業創意文化 什麼叫產業創意文化 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是被設定需求的 今天iPhone再好 郭台銘就是代工而已 對不對 所以人家叫我們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就像我剛剛講煙草 9號就9號嘛 對不對 這檔 那就做白砂糖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不會發很多樣性 我不會去累積技術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創意在哪裡呢 創意就是 我們發明了 為了降低成本 提高競爭 我們發明了沒有發生的發生有 這不是很有創意嗎 懂我意思嗎 我們發現了 不用糖的糖金就可以了 對不對 沒有麻油也可以做出麻油 因為我們沒有架子 那又形成我們的文化 大家都習慣了 這樣吃啊這啊 反正吃吃不死啊 吃吃不死啊 大家慢慢來對不對 那我們就不斷的 不斷的下綠 不斷的下綠 所以對不起我講一下 台灣現在沒有資格 談文化槍一談 特別是他們什麼雲科大 都不是說我德國 德國IHUB設計獎 多第幾名 第幾名 這邊他都沒有用 設計都沒有核心思想 那都是一種比賽而已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今年這種得獎 所以我就趕快找我的學生 人家是準備好 有小馬去參加比賽 他怎麼打得贏我們啊 我們都是以 得到冠軍為目標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我平常就是 在模擬你的遊戲規則 我是屬於得冠軍的啊 所以你覺得台灣的設計 產業很新盛嗎 我台灣就不斷 我們台灣的設計很新盛 會有這種街道嗎 會有這種城市出來嗎 會有那種 那麼沒有美感的 那種什麼 那個把舊的建築拆掉 然後去蓋那種 新的東西來嗎 我沒有 好總之呢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2001年 大家就覺得說 你們把人保留下來 人家問你能幹嘛這樣子 好像說 我們變成廠長了 但是不知心這樣子 有沒有 所有人都怪你這樣子 台塘也怪你 社區居民也怪你 政府也怪你 對不對 政府就說我給你這樣 我都支持你 沒有給你錢是又怎樣 對不對 台塘覺得你們這些人 全部都在找查的啊 我舉個例子 我們一開始帶人家 去導覽的時候 跟他講 這是堂長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台塘就想說 大哥 太陽那麼大 那邊走來走去幹嘛啦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說這樹很重要 去守護它 然後想說 每天我在掃樹 我都很想把它砍掉 留在樹幹嘛 對不對 後來有一天 他發現說 我們導覽完的時候 有在交易這樣子 所以說 我跟你們講完之後 你還拿三千塊給我這樣子 他們就覺得 怎麼會對 這是我們的地方 他在講 他收錢怎麼對這樣子 然後他說 還叫我們去幫他培訓這樣子 所以我去幫他們培訓 他們的導覽員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決定說 他們開始自己講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現在收的行情比較高 我收最貴的行情是五十萬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他們收一千五百塊錢這樣子 然後收一千五百塊錢 你知道 我跟大家講 每一個市道有不一樣的使命 這個一輩子在種田 你說他會立刻變成 國務館的導覽人員嗎 不會嘛 你今天講廣東話 我明天說 明天開始講台灣話 不可能嗎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他們就為了鼓勵員工 就說 因為人是公司的資產 地方也是公司的資產 所以呢 你們每講一場 你們可以獲得一百塊的獎金這樣 媽誰要講 我會講 他媽我讀書讀二十幾年 好不好 你以為我跟你上兩天課 你就會講 媽我豬白骨了喔 那不是我 違背我對文化參與的核心思想嗎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 壟斷說 盡量很多我們導覽才可以 導覽去導覽 導覽去導覽 懂我意思嗎 但經過這十幾年的改變是什麼 他們會覺得說 欸我們這邊也是古蹟喔 欸我們這邊老數很重要喔 你說 十幾年進步這一步算不算 算不算了不起我也不知道這樣 那總之呢 那麼龐大的宿舍 他們在九六年之後就大量的拆除 他們拆除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 那個空間沒有人管沒有人住 他們就覺得那是沒有用的 就在昨天他們還想要拆房子這樣 到昨天喔 我已經在這邊高二十年了 到昨天他們還想拆房子喔 我說你幹嘛要拆房子啊 第一個 因為大家知道台灣的法律嗎 民國六十五年之前房子是不用建造的 所以你拆了你就不能再重新 你就不會取得建造了 通關心嗎 我說你怎麼那麼笨 你現在不是要發展堂慧博物館 發展文創團 你為什麼還要把房子拆掉呢 你留著不拆也沒關係啊 到時候你就不用說你建造 你就有一個空間喔 這不是很好啊 反正他們理由都是出乎你意料的就對了啦 我們上面就說要拆啊 十萬塊錢拆一拆啊 然後反正 反正 我不會形容啊 我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他們改的地方叫做生態公園這樣子 然後就是把那個草除一除這樣 用農藥把那草都殺死了 然後自己立一個牌叫生態公園這樣 然後他們要做自行車道 就是把原來五分車鐵道拆起來 然後再做假的五分車鐵道 然後叫做自行車道這樣 各位同學這 這就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的社會現實裡面 然後年底要結算 我們那邊已經不灌溉了 然後他們才升級預算要把那個水溝組成水母的這樣 然後不小心今天預算比較多 啊這條路只有100公尺那怎麼辦呢 他升級 人家給你200公尺的金片那怎麼辦呢 那就坐過去再坐回來這樣 啊我相信這種狀況不是在台唐而已 其實在整個台灣的公共建設裡面 經常這種狀況出現 不用笑橋頭 我相信嘉義多的是 你們嘉義那四銜路那樣大幹嘛 你準備被這首都條 我每次經過都覺得說 喔嘉義好偉大喔 嘉義不就小小就好嗎 懂我意思嗎 搞得比仁蘭路還要大條 對不對 四銜路啊果然齁都很大條啊 對不對 有那麼大的氣概幹嘛 這九十年代台灣發生這種 詭異的現象 大概就是那個時候 地方派系崛起 然後地方縣市長那種很霸氣這樣 然後覺得自己是一個 全世界閃亮的巨星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道路這樣 開得那麼大這樣子 所以2001年我們開始做藝術村 第一個做藝術村的動機很簡單 因為沒有人要高興聘請我 很多人講說 喔你做這個事情好偉大啊 你怎樣 我說 我其實很容易收買 月薪給我50萬我就讓你收買 對不對 只是你們這些商業人士都沒有 都沒有這種 都沒有這種眼光 所以我只好自己做這種事情 這樣 我們透過藝術村 讓打開大家對 空間不一樣的想像 這樣從2000年以來 那為什麼這麼做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剛講我們台灣的寶嘛 從文化資產保存寶 什麼是文化資產這件事情 到現在我們都還在整理 到現在還在搶救普安堂 你會知道台灣這20年進步有多少 然後中正紀念堂可以是古蹟 中正紀念堂可以是古蹟 那古蹟有沒有標準 在這種政治權力的結構上 我們那個公益都沒有標準 然後普安堂要拆是說 給一個理由說 因為要做什麼殯葬元金 因為那是私人財產 我們這個政府一點正當性都沒有 把喬頭老傑拆掉了 對不起 剛好是民進黨政府 我沒有政黨傾向了 我不是在批評國民黨而已 喬頭老傑是1979年 美麗島事件發生前 第一次戒嚴時期的黨外遊行 然後每次要選舉的時候 陳舉就會去那邊走 因為他當初走的少數女性之一這樣子 但他當初2009年拆掉是誰拆掉的 我們喬頭鄉是第一個民進黨完全執政的地方 縣長是楊秋心 他說他那時候就躲在那裡 然後怎麼樣這樣子 當然決定要拆掉的是 他們拿了中央政府的地方補助館 然後自己把自己的老街拆掉 他們每次去 那這邊是我們的民主聖地啦 這樣子 然後拆掉就民進黨 這就是事實啊 懂為什麼 為了5000萬的擴大內訊 然後把它拆掉 5000萬也可以不要拆啊 但我們這些人就不會花這種錢 你懂我意思嗎 他一個血淋淋的例子是什麼 就他當初在拆的時候啊 我們那邊有個府城來的醫師 姓林的 他早期蔣衛水成立台灣同盟會六個人之一 他來出在府城 然後後來去中國參加同盟會 本來要搞革命 後來大概不知道怎樣 他人生反正又有個轉折 他就決定搬到我們那邊去 開了我們那邊第一間醫生館 他是一個土造的二層樓的房子 然後他太太每天會在樓上喝下午茶 對面住個八十幾歲的老先生 他從小的時候就看他閃心眼的 要喝茶 因為道路要拓廣嘛 但是那棟房子是拆不到的 那棟房子就被鐵皮都蓋滿了這樣 那個醫生的孫子跟我小學是同學 他小學二年級 他們家一進到玄關 就有那種日本電動玩具這樣 你知道 你們不知道這種年紀有沒有跟我差 以前我們電動玩具不是手機啊 是那種一大台的那一種 那房子是洗濕子有個玄關 進去就好幾台電動玩具 進去就覺得彷彿自身天堂一樣這樣 所以他們家就 那時候就移民了 那時候台灣有能力就都移民了這樣 所以他們那棟房子當然也就賣掉了 外國電器行的老闆 他們之前就貼說要賣這樣 因為那邊就沒惡了嘛 要賣的時候說賣三百五十塊一間 他是雙拼的這樣 我又去找到那個老闆 找到那個屋主的所有人 因為那鐵皮已經拆掉 裡面就非常的漂亮這樣 我一找到老闆說你不要賣 不行啊 我表弟說怎麼樣 他們要貼賣 要貼要賣已經貼了一年了這樣 因為之前都鐵皮蓋著 沒有我不知道裡面那麼漂亮這樣 然後那個老闆聽我講了半天 我講到十二點多 我帶他去看一看 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百五怎麼弄的這樣 他說對阿 我女兒是學藝術 我覺得你這樣講很有道理 然後回去看了那個房子說 我在那邊住了五十年 都不知道這個房子這麼漂亮這樣子 然後他說我決定賣給你了這樣 我說好 你給我三天的時間這樣 然後他說 但是我表弟說要賣四百萬 兩棟就八百萬 本來一棟三百五 我跟他講好 我買這樣子 我跟他講我買 你給我三天的時間 我買這樣子 你不要動這樣子 因為那個道路突然不會切到他這樣子 結果 那一天我們有個藝術家 大概像你們這麼多人這樣 我就跟大家講說 這是那個藝術計畫的錢 我想要做這樣一件事情 這藝術家當場就說 好 愣得阿 好 我們這次都不拿錢 我們去看房子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 就走到那個老街那邊這樣子 結果那個外頭就這樣 啪把他打下去這樣子 然後那個屋主就走過來 然後對面的領導師就在那邊 他不是說要買嗎 你那屋主怎麼說 阿那賢瀟啦 那不是古蹟啦 人家那古蹟 後來的古蹟也我們一個頭做 我們這樣投到旁邊賢瀟啦 我們那土座的房子丟臉啦 歐洲的房子都是石頭座的 才叫古蹟這樣子 那個颱風來就倒了啦 我想說阿里怎麼爆喔 大家看他哪有倒這樣 賢瀟啦賢瀟啦 然後就這樣 他拆了之後做什麼 他要去蓋了非常兩張 兩個面無表情的房子這樣 然後要賣450萬 各位同學你若懂經濟我問你喔 他直接賣給我賺比較多 還是他自己拆掉床蓋他賺比較多 應該是他直接賣給我他就拿到800萬現金嘛 雖然我可能是騙他的 你知道我當然可能是騙他的啦 對不對 對 因為我是環冰之際 我那時候我是怎麼想 我說800萬嘛 一個人10萬80人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那我就去找那個華桃咬的那個 咬祖的女兒了 我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他說阿里不要再這樣 他那時候在華山特區當創意執行長 我去台北 我遇到人就講完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請我吃麵這樣 他說你不要這樣做 你不要每次拿自己的錢去做公共的事情這樣 你不要這樣做啦 然後我就講完說 好啦好啦算我一份這樣 我說我剩下79個而已阿對不對 是不是 就在隔天藝術家發生這件事情 我就遇到這種狀況了 我問大家就說 在心裡面他這樣做有沒有是很笨的啦 如果他是目的是錢的話 他有沒有很笨 我明明就要八百萬給你了 你還要把它拆掉 然後搞一下重蓋 然後你賣四百五十萬 那你什麼意思啦 你花掉拆掉重蓋的錢 只有五十萬嗎 不可能嘛 你都會算 你可能花了三百萬嘛 所以你十字賺 加減懲除會不會 四百五十萬那你賺一百五十萬 你也賺三百萬而已 而且你要等半年 利息錢耶 我跟你講我很會算的啊 利息錢耶對不對 現金呢為什麼你不立刻拿呢 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悲哀的 我的看法是說 這就是我們在 我們文化的自卑感跟沒有自信所造成的東西 他覺得就是丟臉 他就是怕人家講話 所以他覺得就是要蓋成這樣子才可以 國民政府要踩人家日本時代蓋了幫他 他就是沒有覺得他很漂亮嘛 他就是無知墮落 白癡 肮臟到覺得說他蓋個幫盒子比較漂亮嘛 所以沒有美感人多恐怖你知道嗎 你們有看過 有看過這部紀錄片嗎 有沒有看過這部紀錄片 那個田爸爸他不讓田修錡去上學 第一個 他就跟他講說 後來那個校長就來他們家找他說 拜託你讓他去上學 他爸就提個條件 他的制服要我設計 因為他們不只沒水準還沒美感 他覺得學著去讀那個東西會讀笨調這樣子 所以他是要自己設計田修錡的制服 所以田修錡就穿著他爸爸設計的制服去上課這樣子 田修錡就講說 他是堅持啦 但是是我在受難啦 我們那種高貴的人跟一群笨蛋在一起是很可憐的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前一代的日子時代的精英 這個狀況就是遇到一群土匪 然後被壓榨被欺凌被槍斃 像陳神波一樣的 然後我們的國民教育就是充滿了完全沒有美感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講藝術 大家覺得說我怎麼知道藝術是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沒有藝術 他們只會搬米開朗基羅搬誰的來給 然後跟我們講說我們傳統藝術不是藝術 那個達文奇不是畫在 米開朗基羅不是畫在西士丁教堂 畫在廟嘛對不對 那叫藝術聖殿 那如果要照這個 例子來說 阿伯甘媽說不可愛但是藝術聖殿 那不是 類伎來講 對不對 那我們幹嘛看一下大衛像說那種是世界明 你說你根本大衛你是 你根本大衛是 你根本大衛是順暴而已 那不是這樣 你懂我意思嗎 你的生活裡面就沒有大衛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但你為什麼覺得說阿他那種站這樣子 然後小雞雞放個葉子你就覺得這樣 喔那偉大的藝術品 偉大在哪裡 對不起你是從哪裡偉大 你都不瞭解那種脈絡 人家說偉大你又不敢反駁 所以你就一直偉大到現在 所以你就偉大不掉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呢他的東西要打那隻龍 你都不瞭解他的故事 脈絡人家說他是 所以我們台灣人可能怎麼可能不錯亂 因為我們藝術從來不是從我們的土地 由盡而遠 從我們根裡面長出來的東西 對